要戴着那个 哇 太好了 太响了 有没有介绍 太奇怪了 我觉得我反正还穿得这么带 不切蛋糕了吗 我还等着吃蛋糕 你先讲 讲完了给你大 大家看着这个蛋糕 听着我讲 今天刚才看到大家穿得那么漂亮的戏 好好来走台步 真是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也是特别喜欢看美的东西 今天拜我们的会长去说 我来跟大家一块讨论一下 关于生活化妆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看了看 大家现在很多人 今天都化了妆了 每个人多多多少的有点化妆 但是呢 我想说一个 化妆是一个个人的活动 就是说它有它自己的special 就是说你不是千千一律的 因为每个人可能今天都带着自己的问题 到这儿来听我讲化妆 我在想 大家心里都想化妆太容易了 现在化妆这么普及 就像我们穿衣服 梳头 洗脸刷牙一样 谁不会啊 谁都会 但是呢 你是不是真的根据你自己的特点 是吧 利用化妆的技法 把自己的优点发扬了 把自己的缺点弥补了 这个是我们化妆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我来讲的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说如何通过化妆啊 就是扬长必短 使我们自己呢 更漂亮 特别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么一个好的平台 是吧 来展示我们的美 所以我们的化妆啊 发型啊 还有服饰啊 各个方面要配合是缺一不可的 因为时间有限啊 我今天呢 是先把基本的一些化妆的技法 不光我们是化浓妆 化淡妆 是晚上参加这个晚会啊 还是我们白天上班 或者还是我们参加演出 我们都要就是说 了解这些化妆最最基本的一些规律 这些规律呢 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律 就是化妆要根据三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 一个是根据你的个人 个人的特点 就是你的身材 脸型 还有你的五官比例 第二呢 是要根据你的时间巧合 就是时间 到底你这个化妆 你是要白天上班购物买东西呢 还是你晚上参加晚宴 或者是参加一个宴会 或者是参加什么节目 所以这个时间啊 很重要 时间不同 我们化妆的这个浓淡啊 身材也不同 第三个呢 就是要根据你的 就是说地点 你要去干什么 就是你的化妆的目击性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掌握这三个 不是说我化妆 早上我化妆也这样 晚上化妆也这样 然后我上台走模特的时候 我化妆也这样 我晚上跳舞的时候化妆也这样 不一样化妆它是 我们知道有淡妆浓妆之分 今天呢 我主要是讲讲这个淡妆 我想呢 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一边讲 一边话 讲的过程中呢 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随时来提 好吧 咱们也别光听我这个人 一个人一言堂 然后有问题 我希望能针对你们 每个人的问题来讲 还有一个呢 我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个讲座呢 当然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个帮助呢 关键是在你们自己底下 要回去反复的练习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定首先要了解你自己 你们肯定比我对你们的了解更清楚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第二呢 就是你们掌握了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标准的化妆的吃饭 你们怎么能结合你们自己的特点来画出一个美好的 就是能充分体现你们自己特点的妆容来 这个呢 就需要你们大家多练习 因为你看我画很容易 你自己画可能会遇到好多困难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下次再演出千万别指望我 因为嘛 你们这么多人 我觉得化妆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专业 化妆对我来说是一个作品 我不能两个手左右开工三两三五分钟就对付一个 我要化妆 我就认认真真地画到我满意为止 有一个小经历 就是原来我给一个节目主持化妆 业余的 他问我说我画一个妆要多久 我就想了想 我就比较保守 说大概三十分钟左右吧 他就没说话 所以那天呢 我大概给他画了有四十分钟 画完以后 他就对着镜子看了半天 然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 哎 我知道为什么要画四十分钟 你刚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五分钟就能搞定了 所以你们想让我 我真的想给你每个人都画一下 但是如果我这样的画下去 大概从早上画到晚上都画不完 所以到时候还得靠你们自己 是吧 不求人 好 现在呢 我就在讲之前 我先说几个化妆的要点 我一会儿 一边画就打到里面说 化妆其实简单 但是实际是门艺术 它牵扯到很多方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化妆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要了解你的脸型 你看咱们做的这些这么多美女 各种各样的脸型 是吧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归纳起来呢 是八种脸型 你就笑了 因为你知道 对吧 如果说说 那八种 没那么多 一般 没那么多 八种呢 其实是 大概说是六种 我这有个图哈 我没有那个什么power跑 六种 我画在这哈 六种呢 我们可以基本上在这儿废号入座 第一个呢 咱们最简单用这个国文 中文来表示 第一个是国字形联 第二个是甜字形联 第三个是月字形联 第四个是油字形联 第五个是甲字形联 对 上当下小 想不起来了 其实哈 国字形联 其实哈 国字形联是这样方的 甜字形联呢 就是圆的 圆圆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像新字形的脸 就是像我们写的 啊 灵形的 灵形的 灵字形脸 灵字形脸 我就这样画了 上面额头比较窄 下面比较大 三角脸 这个呢 就是倒三角脸 其实这种脸呢 其实这种脸呢 跟我们 跟我们 跟我们这个圆脸差不多 有的人圆脸呢 是带个尖 所以就是新字形脸 就是有 每个尖 哎 有个尖下巴的 有什么脸呢 灵形的 身 身字形 还有个灵字形脸 对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椭圆形脸 八个 臭齐了 这八个脸里边啊 最最 呃 最最标准的是椭圆形脸 哎 因为这个椭圆形脸 它符合我们美学的 黄心分隔绿 椭圆形脸呢 就是咱们说的 鸭蛋脸 就是额头比较宽 然后它的 线条比较柔和 到下面 我就先下巴 是吧 我们这样大概就能 对上我们基本的脸形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 因为有的人可能是介乎于 圆脸和长脸之间 是吧 有的人可能是介乎于这个 这种脸或者脖子脸之间 这种方方的 这种 其实这个也是小四方脸 这种脸型的人呢 就是额头啊 额脚和这个下额骨都比较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化妆呢 就能通过化妆来改变修正你的脸型 当然跟发型也非常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发型跟化妆要结合在一起 才能改变我们一些脸型的不足 这第一点就是 首先我们把自己的脸型属于哪一种认清呢 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 画脸红的时候 包括打粉底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或者发扬我们的脸型的优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脸的母观的比例 我们做形体的Sara老师也好 小杰老师都知道 人的身体有一个七个头长 是吧 安康老师知道 摩托有时候七个半还有八个头长 欧洲的还有 头很小 腿很长 个子很高 但普通的呢 一般是七个头长 不要看我 我大概就六个八个头长 头比较大 个子比较矮 所以我们要穿高跟鞋 把我们垫起来 也符合这个七个头长的黄金比例是最漂亮的 因为有一个画家叫达芬奇 他就讲过 一个美的这个东西 就在它各个部位相互之间的微妙的比例上面 有的人呢 你看 分开看 我们装戏区院的时候 你看那有的演员呢 他的五官你单独看 你给他化妆顺都不行 你像赵霍德 我单独看 他眼睛鼻子嘴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看 他合在一起 他皮肤又白 你就觉得他就长得漂亮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五官的比例啊 特别强 相反有的人 你看着浓眉大眼 鼻子也挺大嘴的 但因为他的五官比例啊 没生好 所以呢 就看着呢 就 有时候你就 把那乍一看 不好看 你仔细一跃看呢 你觉得他眼睛长得挺漂亮的 嘴长得也不错 但是这个 合在一起呢 就不怎么 太有 怎么样 所以我们化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有时候啊 我们多一笔 可能就把你的缺点给加长了 比如说有人鼻子这段比较长 然后他又画很长的鼻影 又把眉毛呢 画得调起来 这样呢 你等于把这一段更拉长了 把额头呢 就缩短了 这样呢 就把你本来还不错的比例呢 关系破坏了 就等于把你的缺点加长了 就那么一笔 你的化妆就没达到美化你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比例非常重要 我们的这个脸的五官比例啊 有一个国外说法叫三亭五眼 那三亭呢 比如说我就画一个标准的额蛋脸啊 眉毛 鼻子嘴哈 这个额 额头 额 额法极限 额法极限到眉毛的比例 到这儿的比例 这个算一分 从这个眉毛到鼻尖的比例 这个算一部分 再从鼻尖到下额的比例 这三个等分啊 应该是相同的 嗯 还好 有的人可能下额比较长 那 那在化妆的时候就要有意的修理一下你的长下巴 是吧 有的人呢 可能额头比较高 这样你画眉毛的时候呢 你就可能适当的往上挑一挑 啊 这是三亭 五眼呢 就是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 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 这中间 等于应该是一只眼睛的距离 有的人就过不宽 过宽的时候呢 就这块不要过宽 这样我们就用鼻影啊 让它 把它感觉上哈 立体一点 显得这段距离不是那么宽 然后眼线呢 尽量往里画 这个比较过宽的人就是谁 有个比较 就是周迅 周迅 我从他第一次上那个 陈凯歌的什么边走边唱啊 我觉得那这小姑娘两个眼之间距离有点宽 当然他可能后来也鼻梁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见鼻梁什么的 一般这个眼睛比较宽的人 鼻梁就这样比较平 所以我们通过化妆的时候呢 把我们鼻梁掐高 这样呢 眼线尽量往里画 再加上眼影也尽量往里画 这样呢 就使他两个眼睛感觉距离近一点 就是 然后呢 就是本身这个一个眼睛距离 然后外眼角呢 到我们这个并线呢 并角线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眼睛距离 有的人呢 这块特别宽 你像这个范冰冰就是这样 你把这个下巴一尖弄 有时候他头很平分的时候 你显得他 这块真是一个脸型的瓜子型的脸 上面特别宽 下面削下来 这儿就很宽 这样宽的时候呢 一个是我们用化妆的时候 用眼线把它略微加长 有时候就是那一点点一个mm 这个化妆啊 就是那个 真是精致的艺术 加长一点 然后眉毛呢 再延 往外 这个最高的这个眉峰啊 往外延一点 另外呢 这个地方要打一点 阴影的棕色 脸红的往这样打 使它呢 这个面积呢 感觉缩小 这就是三层五眼 我这么讲 大概你们都有个印象 就是说我们每画的这些东西啊 都要用到这些比例都会用到 还有呢 化妆 还有一个要素呢 就是 我们化妆经常用到一个美学原理 中叫视错觉的原理 什么是视错觉的原理呢 那生活中太多了 比我一样化两刀线 这样一样两刀线哈 我们到时候看就会化了哈 如果你这么一看 你肯定觉得是下面长 对吧 说的太对了 一定觉得下面长 其实刚才你们看这两个一样长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视错觉的原理 因为这个我用勾把它往里收了 这个呢 我用这个 两个往外扩张的线条 使它扩张了 这个非常非常用在我们化妆上 所以我们在画一个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有人就是会有一种误区 它这个眼线哈 从这开始画 这是眼角 那眼角 然后画 画 画 画到这儿 完了 然后下面呢 又紧挨着这个眼角又勾下来 一个铁矿子 就这么一个矿子勾死了 你画完以后你立刻就感觉到 你眼睛变小了 还没原来大 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个 因为你把它抠死了 所以我们画眼睛呢 我们一会儿一会儿我示范哈 一定要从眼内角 从这儿在睫毛根处画一道眼线的时候 谁都会画眼线 但是这个眼线画的对不对哈 画到这个眼线的最高点 眼睛正视的时候 最高点不是在中间 是往外 四分之三的地方是我们的最高点 然后画到外眼角的时候 我们仔细看这个外眼角 我们这儿本身就有阴影处 你不绕就stop了 就停了 要把它略清清淡淡的挨着 顺着你这儿眼睛有一个阴影 稍微延长一点 如果你们画舞蹈装 那就延得更多 就完全像这种打开 因为你们跳舞也好 在台上走mortal 他都是在动作的 舞蹈都是奔放的动作 所以他所有的妆啊 你看他的眉毛 眼睛都是往外open的开的 像跟他的那个跳舞的形体啊 是一致的 所以这是上眼线 能听明白吧 上眼线哈 如果有的人在正中间 也不对 画出来是一个小蝌蚪眼 三角眼 一定就说这个画粗的时候 在外边一点 特别是在舞台上 你一定要这样画 眼睛才显大 外延一下 下眼线 下眼线有人就紧挨着睫毛 画一段 也是不对的 下眼线啊 应该在这个地方粗一点 而且你要稍微把它打开一点 然后沿着你的睫毛根处 往内眼角越来越浅的画过来 如果你这个一笔没画好 画太粗了 你可以用你的棉签 轻轻擦一下 这样呢 就形成了这种是错觉的 是错觉的 是错觉的眼线 这个呢我们也用在脸红上 比如是一个我刚才讲的这种 啊 田子型脸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打一点棕色的眼影 然后我脸红应该怎么打呢 如果我脸红横着打 这就更显得你的脸宽了 所以呢我们脸红呢就要纵长着打 竖着从你的太阳穴一直往你的嘴角这样滑上来 用这种试错觉原理啊把它脸型拉长 这个原理跟我们说瘦人呢要穿横条的衣服显得宽一点 是同一个原理 这些呢都是经常会用在化妆上面的 我们就是画的时候呢要想到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色彩 色彩这个基本的原理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不光是化妆一个脸红口红还有粉底眼影 我们相互这个颜色的和谐和搭配要统一之外 还要跟我们的服装是吧 穿什么衣服 你不能穿一个棕色的衣服 然后我画一个紫色的眼影 那就不搭配 所以我们要对色彩啊要有一个了解 要知道什么是对比色 什么是临近色 我就带了一个这个 其实这个我们小学都学过哈 挺容易的 刚才那个小姑娘在吗 她肯定都上过这种色彩学 我们本身色彩呢 它有对化妆有很大的作用 首先呢我们色彩是基本的叫三个原色 最基本色 红色 蓝色 和黄色 三个原色 然后呢 蓝和黄相 两个相配 就变成了绿色 红呢 红跟蓝相配变成了紫色 然后红跟黄相配呢 又变成了橘黄色 它们旁边的这些颜色 比如红 橘黄 和淡黄 淺黄 柠檬黄 它这个叫临近色 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 做得特别临近相近的颜色 临近色 这些颜色搭配永远是和谐的 就比如说你上身穿的浅黄的上衣 你穿了一个橘黄的裙子 这个永远都是搭配的 或者我穿了一个 你看我今天穿一个绿衣服 我今天找个半天 我没有这个浅绿色的外照 所以没办法照 用灰色 来把它综合一下 因为灰 白 黑 就是银色 金色 白色 黑色 这四种颜色是对任何一个色彩搭配 都是可以相搭配的 而它们对面的颜色 刚才我们讲临近色 你看那个紫和蓝 这些都是 绿和黄 这些都是比较协调的搭配 你看它那个旗袍颜色 搭配的很漂亮 很漂亮 它这个 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它那个蓝底 然后它里面有蓝紫 你们看蓝紫的花 然后这个紫和蓝 它都是和这个旗袍相配的 然后它用大的白色 因为白跟什么都合鞋 所以用白色呢 来做一个综合 完了以后呢 这是非常和谐的颜色 它加了一点柠檬黄 黄是 我刚才讲了 黄跟蓝是比较对比的颜色 它加了一点点黄色 为什么呢 就让它这个颜色 就